比赛来到下半场 本场比赛是中国男篮对阵西甲油温图特的热身赛 上半场我们是34比35落后了对方一分 下半场中国队的首发 廖三宁 胡明轩 杨汉森 杜汉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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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朱俊龙 还剩4秒钟 胡明轩 杀到篮下 好球 胡明轩突破上篮 胡明轩现在是这支中国男篮的新队长 对方晃开之后继续转移 杀到篮下 我们的防守出现了大漏洞 朱俊龙 还是给到廖三宁 廖三宁 不要挡拆 强突篮下 造成了对手的防守犯规 廖三宁还是非常有灵性的 好 五 八 正子出发 罚进之后38比37 中国拿来反超比分 我们看本场的罚球对比 中国队是15罚10中 对方给到内线 吹到了杨汉森的防守犯规 游文图特的底线球轻松打进 像这种球队非常注重战术配合 而且个人的基本功都很扎实 对抗也很强 中国队比起来完全没有优势 我们一切 挤过挡拆之后 给到料三宁 外线三分 漂亮 料三宁三分并中 我好转身 料三宁 想扔一个空中接力 其实这个球应该稳稳打没问题 41比41 41比41 祝贝